好了,大家好,我是一般老许 很快又为大家来做一篇关于电子烟方面的视频评测 关于李古丁烟烟油呢,应该是在去年上半年的时候 在油管上面就开始陆续有国外的一些著名的Vapor 为大家做这方面的一些评测工作 对于李古丁烟的定义 对于李古丁烟的定义呢 我们在网上可以查到的以及我们实际体验的就是 它的那个化学形式跟我们以前抽的烟油那种游离机的形式不一样 它是一种盐分的形式 是不是这样说,我不知道 主而言之,距离的表现就是它对喉咙的刺激更小 然后肺的吸收率更高 也就是说,我们抽普通的烟油如果是6毫克的 我可能要抽3口到4口才能够解饮 而换成李古丁烟的话 它可能往往只需要一口或者两口就能够达到解饮的效果 并且它对喉咙的刺激比较小 我接触李古丁烟油的话 最早是去年吃了我家朋友的那个Fix 当时给我的机会感非常的震撼 但是烟蛋比较贵嘛 后来朋友尝试着用那个李古丁基液调成12毫克 13毫克的那个普通的烟油 在Fix里面抽完全体会不到那种机会感 即便是有浓度调得很高的话 喉咙也是非常不舒服 一直到今年的5月份 Stig 传球中的Vigard的Stig 出现之后 卖的也不贵 35块钱一支 我后来拿过一支试过之后 感觉这个李古丁烟的这个感觉确实很不错 但是它也有个缺点 就是它的那个续航确实不行 我抽了一天半 基本上就已经 一天半不到 就没电了 所以我就开始尝试着用小烟来抽那个李古丁盐的烟油 我后来买了这个 在朋友推荐下 买了说这个星火 Spark Spark它的原装的这个烟油呢 就这个 我买的那一家叫云界吧 他们的这个烟油呢 我机会感非常好 很满足 但是味道我不喜欢 因为它带一点点那个药味糖浆的那个味道 所以当时这个油我抽了一天 就抽了一仓 一仓大概1.5毫升吧 抽了仓之后我就没有抽了 我就抽我还是老牌的黑露的那个Prime 15 但是传统的自由机的这个烟油放在这个小烟里面 完全感觉感觉不到气候感 很不过瘾 后来我就在某宝上找了一家叫做Red Beard 红胡子的一家 他们也是一个自调的尼古丁盐的烟油 当时买了三个口味 从左到右是薄荷 西瓜冰和南面爆珠 薄荷的话用在Spark里面的话 感觉就比较凉是很凉 但是很苦 并且带一点那个 总是给我一种心思烧糊涂的感觉 然后西瓜冰的话也是我觉得还不错的 还不错的 就是香精味有点重 气候感也很好 然后南面爆珠呢 体验是最一般的 它很淡 味道也很淡 气候感也很淡 所以我也不是很满意 当时我就用在了我这个Spark里面 用这个西瓜冰 对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用量 西瓜冰和这个薄荷是用最多的 我用 我用西瓜冰和薄荷按照2比1的形式 对在这个Spark里面抽 感觉还行吧 后来 七封二发布了 七封二发布了之后 我就把这个薄荷和西瓜冰放到这个里面抽 感觉就非常好 非常好 就没有那个薄荷那种太苦和那种胡心子的感觉 但是它的香精味呢就比较重 就我抽了两天之后 本来感觉还挺好的 从第三天开始 我就突然觉得 西的话 它那个香精味太重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薄荷的原因 我感觉是那个薄荷 那个味道太重了 我不是很喜欢 后来同时我也在某宝上找了一家 叫做卖 卖什么来的 卖绘吧 对 因为当时我给我提感觉比较好 像Steag 它 如果你用soft nickel在淘宝上搜索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普通的盐油 就是有一家打着VGA的标志的 soft nickel用的是50毫克的尼不能盐 我后来在他这家买了这个西瓜冰 英文名叫做Lush Lush Ice Lush Ice 感觉非常好 说到它之后呢 我是首先是把它用在了这个Spark里面 Spark抽它的感觉 所以我第一口就 我感觉到了当初抽那个 Stick的那种感觉 就是揪感非常的强烈 然后肺也非常满足 味道也非常好 很明显 我说抽的是西瓜冰 它的西瓜冰的西瓜味道就明显 比那个Red Beard要自然很多 没有那种很强的刺激感 我很喜欢 后来我的这个清风 清风二代之后 就把它里面装的那个Red Beard的油给倒到了 洗了仓之后换这个VGA的这款Lush Ice 一直抽了两天吧 一抽两天之后 这个味道也没有说 让我引起一个很强烈的刺激感 或者是绝对不适感 这个味道我给朋友抽 他们有觉得是荔枝味 有人觉得是水果味 反正我抽了抽去 我觉得不像西瓜味 因为每个人都 每个人的味道感觉都不一样 但是这个味道我不是很喜欢 但是我也不讨厌 因为它给我的气候感 我是非常满足的 所以这几天也有很多朋友 在找我订这个清风二的时候 也是同时在向我问 有什么样的烟油比较好 向他们推荐 所以我全部是向他们推荐了 这个VGA的 这个打的这个什么 made with salt nickel的这种烟油 它有很多口味 并且很多口味都卖端货了 我推荐50毫克的 因为我个人喜欢薄荷味 喜欢冰凉的 所以我选了冰西瓜 但是很遗憾它并不是非常冰 它旧感我很满意 我也打算这次抽完之后 也会尝试一下其他的烟草口味 我下一步的话 可能会尝试一下这个 这去年又已经出现 但是可能很小众 对我而言可能比较很小众 叫做Mr.Salt 严先生的那一款 尼古利盐也有 到底怎么样呢 我到时候试了 再给大家做一下这个评测 但是总体来说 这个Salt nickel 我感觉还是可以的 但是关于Salt nickel 我有一点也必须要吐槽一下 因为他们从包装上 从头到尾 给我感觉一种 从国外进口很高达上的感觉 但从包装的这个整体质感 尤其他的这个屁股 我总感觉一种国产很廉价的感觉 它的印刷字体啊 清晰度啊什么的 我给我感觉不是什么很高级的东西 但是用起来的话体验还非常好 30毫升 我用这个青丰二的话 我一天两毫升都抽不到 基本上已经能够满足我了 我基本上灌满 它青丰二里有33毫升的嘛 我灌满的话 基本上可以抽到两天 两天多 所以说还是比较省的 所以这一支油的话 我至少可以用半个月以上 我觉得这也不是问题 这关键是体验好嘛 因为我觉得stick它也可能是国产的嘛 对不对 我不相信stick是进口的 这就是我个人意见 总来说这款这个 salt nickel的这个louche ice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我向大家推荐它 也同时也 根据个人的口味 我也建议大家去选择其他的口味 试一下 一定要买50毫克的 也就是tm用户 50或者30毫克的 才能够配合这个青丰二 来使用的话 我觉得非常过瘾 非常爽 基本上我无法再忍受 抽了力固定盐盐盐盐盐盐的时候 配合小盐盐盐 我是不会再接受这种 传统的游离机的盐盐了 不管是6毫克的还是10毫克的 或者是12毫克的 我觉得只有力固定盐盐 才能真真真真地满足我的需要 好 这一期的频道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来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点个关注 或者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一百老许 谢谢 再见